大家好,我是美根捞 好久不见 有很多小伙伴问我是怎么背单词的 我觉得除了常规的那种词经验的方法 还有老生常谈的根据词根和词坠背单词的方法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但是也经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方法 就是英俄对照记忆法 大家都知道英语和欧语之间是有非常多的共通性的 那我们作为英语学习者 同时也是欧语学习者 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两个语言结合起来来学习呢 所以如果你对这期内容感性的话就看下去吧 首先有的字母是在英语和欧语中都有的字母 那不用说,它们几乎都是对照的 比如说A对应R,O对应O,E对应E和A,U对应U 那除了上述之外呢 英语和对照的这种记忆法呢 我把它分为两类 一类是根据读音来语对应 一类是根据评写来语对应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根据读音来语评写的都有哪些单词 比如说 例子吧,比如俄语中file这个词,俄语完全就是根据英语评出来的 file,file,file,file 还有俄语中的nuance,但是英语是nuance,它们的中音是不一样的 俄语是nuance,和英语是一样的 下边是根据评写来语对应的,比如说 opponent,abonient,region,complement,period,period 那再来看这个opponent这个单词和abonient,它们完全是一比一复刻下来的 o,dp,o,n,e,n,t,这个完全是e对应的 再看region和region,a对应r,e对应ye,g对应ge,e对应e,o对应o,n对应n,它们也是完全一比一对应的 还有的是组合语对应,比如说俄语中的d,z,这个组合就对应的英语的j,这个字母 比如说jeans,jeans,jud,jazz,dj,dj,dj,还有就是or和air组合 也就是在美音中这两组词语都发而化音 在俄语中就发r这个颤舌音 用美音能够更好的区分 所以我用美音来做一下示范 比如说center,cent,sport,sport 然后俄语中ia这个发音经常对应的是英语中y的这个评写 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melody,melody 这里的g对应的就是这里的d tendency 这里的tia对应的就是这里的c 这样说大家能明白吗就是ia对应的 有时候会对应y这个字母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组合就是俄语中的tsia对应 英语中的shin 比如说emotion,emotion,conception,conception,communication 就是通过这些例子大家能明白就是tsia 是经常经常对应深的 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这里就不一一列绝了 这个方法我觉得真的还挺实用的 如果你本身已经有一定的英语基础的话 那你在背俄语单词是还蛮方便的 而且比如说在考场上你真的想不起来的一个俄语单词 那你就可以尝试着回忆它的英语发音或者是英语拼写 然后来试着拼写出它的俄语 就是这样说不定真的真的可以拼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我是觉得我们已经学习英语挺长时间了嘛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借助英语来学习俄语的话 那岂不是事半功倍的吗 反正至少在单词这方面 英俄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相似的单词 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语言学习来说其实是更简单的 所以希望这些内容给大家有帮助 以上都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心得方法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在评论区指出 请大家多给我一线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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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ussed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